大家好,我现在是在湖北的武汉 我们都知道武汉它作为中国特大型城市 不管是从科技、经济、教育以及基建能力 在全国的水平都是名列前茅 在上个视频我给大家介绍了 武汉耗制了80个亿 建成了世界上首个公田两用隧道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继续给大家介绍隧道 就是武汉的两湖隧道 这个两湖隧道建成之后 它依然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城市湖底隧道 也是耗制了254个亿建设的大工程 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这个项目部武汉头城 两湖隧道工程 下面我沿着这个两湖隧道 给大家完整的看一圈 它全长一共有19公里 其中动垢整长达13.3公里 建设周期为54个月 那么这个两湖隧道 除了它只适用于小汽车专用通道 分为东湖段和南湖段 东湖段一共是11公里 设置双主线 从Y转 南湖段主线全长8公里 沿线也是经过了5A级东湖景区 依然是以保护湖泊水体及环境为主 所以这个项目在建设之前 就经过了一年多的专家论证 因为考虑到环境生态景观 不仅如此还邀请了多位院士 勘察设计师对工程技术方案进行把关 所以设计建设用地选址 属于环境影响评价 环保要求等等都是通过了层层的审核 而且在两湖隧道敏感点附近的出入口 都采取了全封闭 松屏站等最严的环屏措施 前面就是5A级东湖景区 它是国内首个城区内5A级旅游景区 规模是杭州西湖的六倍 大家可想有多大 风景也确实是非常独秀 前面呢就是这个大工程在这里建设当中 现场也是如火如荼 热火朝天中进行 那么这个两湖隧道建成之后呢 在江南片区将形成一条南北向快速通道 可有效缓解二环线水果湖隧道 等周边道路的交通压力 更直接的就是可以方便市民的出行 现在我来到了项目部的另外一侧 给大家拉近距离看一看 到时候洪山光谷的市民去武汉火车站 将会方便很多 对三环线环乐大道至武汉火车站 一线的晕堵状况 也将有明显的缓解作用 在这里必须为中国的建设点赞 为武汉的建设点赞